当然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款 Toyota的Camry之外 我们也来看看 同样是进口身份的一般的品牌当中 还有哪些其他佼佼者可以选择呢 没错除了Camry之外 中大型房车虽然这个衰退归衰退 还是有蛮多的选择 特别不论房车或旅行车都蛮多 但脚本上说要凭优劣 所以我今天优缺点都要来跟大家讲 不是只有优点 那首先第一台福特的Montel 这台最大最大的缺点就是 之前的Sedan版本的增长型 好像已经完售了 所以目前也是最大的缺点 你可能会买不到 但是要问一下经销商 那如果你买不到房车 其实在相近的价格 其实有旅行车可以选择 它的配备它的动力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选择的困难 那它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就是在动力的部分 它的EcoBoost是240 2.0升涡轮增压 这个马力的输出 其实数字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整体的操控感受 是很标准的欧洲房车 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稳定 即便是这么大一台车 你还是可以在 可能每天上下半的路程上 找到蛮好的一个乐趣 偶尔要小小的热血一下 其实它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那它的缺点呢 其实稍微可惜一点点 就是因为它的车型稍微比较旧 所以呢有一些可能内装的设计 不弱最新的福特一些车型 那么的有设计感或精致 那另外就是它的虽然也有 COPA的360 它ACC什么也是全速域的表现 不过没有车道的居中 所以没有到Level 2 不过我觉得使用起来 其实也算够用啦 但是这台车给我最大的印象 真的还是在动力 表现是最充沛的一个 一个产品在这个集聚 那再来Mazda 6 其实马六在这个集聚 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不外乎就是它的质感 我们常说准豪华品牌嘛 Mazda它内装的用料设计 每一个布 每一个皮质摸起来 其实都跟豪华的仿车非常的接近 而且我觉得它的乘坐的舒适性的感受啊 常讲人马一体嘛 虽然它的有一些设计 包含底盘等等不是最新世代的马自达 不过像GVC Plus的系统啊 这些确实可以在乘坐的时候 给比较好的舒适性的提升 但是相反面 它的劣势就是 呃这种操控的热血的程度 比较没有其他欧系的对手来的这么的好 那最后Skoda的Superb 这个也是算 我就算是新兴的一个对手啦 它的崛起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这台车 呃虽然贩售周期也是跟Monteo差不多长 不过经历了小改款 也蛮把蛮多的一些科技的配备啦 好料都放上去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空间 嗯 第二个就是配备的CP值 那比较可惜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在入门的版本 它是1.5升的温文怎样 所以你要换上 可能要到一样到Monteo的一个动力的话 价位就比较高了 要到16070万去了 价格就预算的考量的话 就没有相等 这是它的劣势 那三代车讲完之后呢 我觉得欧系车跟日系车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野 那你对于驾驶的注重性 有没有那么高 我相信你可以辨别出一个蛮好的选择 如果说在这个中大型房车市场里面 你想要选择一台有操控乐趣 而且又能够满足这个 全家家庭使用的话 刚才其实志祺有点到了 福特的Monteo嘛 可惜的是啊 我们听 我们知道说Monteo在市场上面 虽然在台湾人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在继美国 已经停产了之后 接下来听说在欧洲的市场 也相继要停产了 对 我觉得应该在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先来讲一下Monteo的风功伟业好了 这车型呢 其实是早在1993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它接替Sierra而来嘛 对不对 这车为什么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福特甚至对全球车产都很重要 因为它是全世界率先几个 所有的全球战略车的车款 在此之前呢 其实地球上分为像日归车 美归车 欧归车 他们各种各的系统不会混在一起 但到Monteo这个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概念 把车子呢 一次销售到全世界 这样降低成本 而且就可以做出一个 尽量满足多数市场需求 跟喜好的车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到至今为止呢 这个车就因为非常的成功 已经累计销售 大概到500万辆的程度 其实你要知道 从93年到现在才20几年而已 就有500万辆 是非常大的销售量 好 讲完了 风风伟业了 再来再讲 为什么它相继在各个市场 渐渐的停产呢 其实刚刚讲到 它累计销售500万辆 但是我们用英国市场 在欧洲相当据指标的英国市场 来做举例 在2001年的时候呢 它是那个时候 在英国市场算销售最好的时候 8万多台一年 但是呢 到了去年来讲 在英国市场呢 剩下没几台 原来8万多台 3%耶 销售衰退是达97% 你说这种衰退法 你还能卖得下去吗 对 所以从在去年 美国市场宣布停产之后呢 今年的三月 到明年的三月 欧洲也决定 这个车子就让它走入历史了 因为这个销售真的是 完全没办法跟不要说修旅车比啦 这甚至根本没办法形成一个 生产获利的一个规模嘛 那除此之外呢 你欧洲市场 美国市场相继停产 那我们就想到 那这个车是不是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还好还好 在中国市场 现在中国市场也自成一格了 这台车居然这个名字 可以在中国市场继续延续下去 这是唯一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 不过它延续下去呢 也不过再像之前一样 像房车啊旅行车这种很标准的这种设定的 它走的是跨界风格 也就是有点像苏巴路的Outback那个样子的 旅行车加高加壮 跨界Mondel 是的 不过这个东西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 只会是中国的特规车啦 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一般估计 大概今年4月的时候的上海车展 可能就可以看得到了 到时候他们舞台上主舞台 最重要的车应该就是这个车子 那讲回来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 那台湾怎么办 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是什么 跟我们唯一有关的事情是 这个车暂时可能不会离开台湾市场 因为在目前路上的伪装车已经被看到了 居然Mondel Wagon的ST Line 已经做成伪装车在路上啪啪噪 就表示这个车子即将会在台湾现身 那我们不是都在等Focus的 Wagon的ST Line吗 对 没有消息嘛 那还好如果你是福特粉的话 至少现在有Mondel Wagon的ST Line 会继续的销售 当然他用什么动力啊或者到时候有什么配备 我们还不清楚 因为原厂并没有什么多的资讯告诉我们 但是这个车子在台湾市会上市的 因为有伪装车在跑 所以值得期待 真的有不少的旅行车 你看像那个Mondel的 Mondel他的房车不入历史 可是他的Wagon依然存在着 关于最近就适合像奥迪A6的AVANT 或者是508 SW 甚至于还有这个Shikoda的Super Kombi 真的是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如果说以这个极具的旅行车来说的话 Shikoda的Super Kombi 他可以说用两个字来形容他的空间 夸张 行男带我们来看看 我讲的夸张算算 他不算是有点浮夸呢 对我觉得 我私下都讲他的空间大到有点恶心 我觉得虽然是比较负面 那我觉得他真的我坐过通机车 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对 我们是开个小玩笑了 那实际这台车 其实在今年初做了 2021年式新Mondel的小改款 那今天我们来到 其实算是现在Super的 Kombi旅行车型的顶规 Sport Plus 2.0 TSI 以及我们等一下看到车尾 有一个4x4四轮传动车型 然后很帅 水泥灰的原厂车色 然后他的 因为他就是运动的这种Sport Plus 它是从中阶Sport Line而来 然后所以他的这个 原本这一代改款 重点是车头有一些镀铬是 他都已经做了黑化了 所以车头看到是以黑化的为主的这个 所以Sport Line上面 他就是会有比较黑化的 应该说入门的 1.5 TSI的精英版是比较镀铬 然后Sport Line就黑化 那到现在的Plus 就是从Sport Line再往上延伸 那动力我们刚刚讲是2.0 TSI 7速DSG 然后四轮传动 他的2.0 TSI Sport Line是190p 那这个是更热血的272p 然后7速DSG 0到100 他只要5.7秒 所以是非常热血的一台 好爸爸的旅行车 我们说200万只 你想要买到一台 这种车的话 其实他CP值很高 对 其实他去年底有一个主推的 当然现在已经时间过了 早鸟叫 10月31号前 买的话就是头灯 像今天这个顶规的 Matrix 矩阵式的头灯 过去我们看到这种 所谓的矩阵式智慧型的 他们叫覆眼头灯 大概要两三百三四百万 都是Aldi 或是Land Rover 或是甚至双B 这种都是200万起跳 但他这一台居然是200万内 不过因为过了早鸟期 现在是要加价 6万块选配的 Matrix LED 其实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类似鱼眼的近光灯里面 他是用14颗的LED的单体 然后透过这边的摄影机 去做路况 或是你跟到前车 或对象有来车 做这个远近光灯的一些 以及灯形电话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很值得投资的一个 我也认同 是 然后再来看到的话 我们除了车测看到 那Sport Plus 跟Sport Lite都是一样 他是基本上比基组车型 Lowdown了1.5公分 所以他的车低一点 然后我觉得 记得Skoda 从去年的Kamik 他们有一些车 就是特别选了原厂的圈 比较运动感 有一点改装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很成功的销售策略 而且他跟一般的那种 双服饰的那种颜色不太一样 对 双色切消不太相同 有点像是原厂帮你改好的 一个特试版 我觉得然后是235 40 19 然后又是比较大顺 所以就是原厂看起来 就其实已经很有跑格的 一台旅行车了 然后再来看到 其实他中大型的尺码 我觉得数字差不多 就是4米8的车长 2米8左右的轴距 但我觉得最夸张 可是他这样子4米8跟 2米多的轴距 2米8 2米8的轴距 为什么在空间的表现上这么好 对 就是他 可能我觉得他在前段 然后包含这个轮轴的一些设计 是往角落去推的 所以前面空间好之外 我们其实看一下重点 后面的空间 就是所谓的他的后座的空间 那刚刚其实录影前 我已经把前座调成我 180的坐姿了 所以基本上是我的坐姿 比一般人身材稍微已经往后了 那刚刚范宜也做过 Kamery的后座 他们的空机 Kamery已经表现很好 但其实看一下Super 他从前代 我们就说他已经是 有点 如果你拿跟他双B比 他已经超过E Class 已经往S Class这样的空间来形容 后座买家的车 难怪行男女会说 他空间大到有点恶心 他根本不用去量 这太大了 对 然后头部的话 因为他有天窗 所以可能会稍微吃到一点空间 但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压迫感 很愉悦的 这个空间的确是令人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 而且你看他上面也有像Kamery的 对 也有这种的遮阳连 然后因为它也是运动化车型 里面做的座椅也都是有Arcantara 没错 包含这种灰白色的滚边 就会比入门车型来得更有这种运动化的氛围 真皮加上几皮的混搭 我觉得坐在后座 其实比较不会有那个就是滑动的感觉 如果爸爸开得比较热血的话 小孩坐在后面也会比较稳一点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后行李箱空间 我觉得SUPER的后行李箱空间 你会觉得天哪 为什么可以一个行李箱空间坐到这么大 它是旅行车 对 我们打开之前其实也看一下 它现在新的没有家族logo用字灰 然后这个车型直接就给你黑化了字 然后搭配我们刚刚讲的顶规是4x4 那其他入门中间都是前轮传动 那基本上如果我有带钥匙的话 它是有提感尾门的 它也有提感尾门 对 然后打开以后它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五人座基本上非常的深 而且很平沉 很方正 而且我们讲的Wagon的话 它的这个整个的高度包含它这个开启控笔的特色 所以你带一些高的物品的话 它也有总共的容量的话 以数据来说是660公升 660 对 而且后座是这么大的情况下 后面还有660的载物量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其实不会输给修旅车 完全不修 你拿一些中型的修旅车来跟它比 不见得会一大 你说什么CRV 或者是RA4的话 它可能都有迎面 那它的第二排座椅可以倾倒 它其实也可以倾倒 然后它也有一些私密的很聪明的设计 像我们在开这个帘子的时候 它这个也会自动做一些往后退 让你比较好放东西 你关下去以后它也会再升回来 直接就帮你保护好做这样的私密的效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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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